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范思逸 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李纯 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怀柔的维和培训中心 这个培训中心有一个模拟的维和分队营区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模拟的中国维和分队营区 这个营区可以为每批60名维和分队指挥员 专业骨干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和参谋军官同时进行限定演练教学活动 那么模拟营区里到底有什么内容呢 跟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脚下的这个脚步声啊 据介绍呢 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维和分队的营区 都是像这样铺满了这种碎石 为什么要铺这种碎石呢 有两个原因 那么危险的地方 尤其是它的安全形势 包括野生动物有的时候可能会闯入到营区内 所以铺上这样的碎石呢 声音会比较大 据说是在非常安静的一眼里边 一条蛇从这边爬过 都能听到它的声音 我身后的这片板房呢 就是这个模拟维和营区之中的营房 在所有的中国海外维和营区中 所有的营房都是这个样子 这种活动板房的优点就在于 它可以快速的卸装 快速的移动 这样可以保障 维和分队的这个机动能力 这里是模拟营区中的会议室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个会议台 两面旗帜 还有一片椅子之外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所以这个会议室 其实布置还是比较简单的 它也体现了一种 维和部队的快速反应的能力 这个地方并不是游乐场的沙坑 而是模拟维和营区中的心理咨询室 因为我们的维和战士 会长时间的在海外执行维和任务 那么像这样的沙盘 包括像我身边的这些玩具 能够让他们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 更好地完成后续的维和任务 刚做完健身项目 有点热 都有点出汗了 好在像这样的板房里面 是有空调的 这个位置就是普通的战士的宿舍 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两个集装箱组成 一共是28平米 有6个战士可以同时在里面生活 军事观察员哨所 虽然在这个模拟维和营区中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座军事观察员哨所 但在实际情况下 这样的观察员哨所 会部署在离维和分队营区 非常远的地方 一般会是在冲突双方交货的前线 去观察前线的一些情况 在模拟维和营区里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值得说的 也非常有特点的地方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地下掩体 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 摄像姐姐小心头啊 可以看到这个掩体底下 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当这个维和分队的营区 受到了攻击的时候 那么维和战士们就会下到这个掩体里 来进行躲避 和平的阳光真好 看过了刚才的模拟维和营区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这个维和中心里的模拟街区 这个地方模拟的就是 非洲任务区内的当地的居民区 我们一起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 摊过了一大片草地之后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维和培训中心的模拟街区 这个地方模拟的是 非洲当地的居民 居民区的街道情况 这个地方主要进行的是 中国维和官兵在行迁训练中 要进行的一些 比如说像街道的巡逻 包括和当地民众的一些交流 主要是做这样的一些培训